当你年幼的时候,你的家人被一群武士杀死了 你被一位武术大师抚养长大,并学会了武术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报仇了 Sypho是一款第三人称动作游戏 你将扮演一位年轻的武术家,他要为家人报仇 游戏中,你将学习各种武术技巧 并使用这些技巧来击败你的敌人 游戏的战斗系统非常流畅和具有挑战性 你需要使用各种技巧来击败你的敌人 并在战斗中保持冷静 游戏中还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武器 你可以使用这些武器来增强你的战斗力 除了战斗之外,游戏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素 你需要探索游戏的世界,收集物品,并解开谜题 你还需要原PC互动,并了解他们的故事 Sypho是一款非常有趣和具有挑战性的游戏 如果你喜欢动作游戏,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款游戏 黄老饼梦游惊奇是一款Logolike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玩家在游戏中需要探索一个奇幻的东方世界 并击败强大的敌人 游戏采用了横板卷轴的游戏视角 玩家可以自由移动在游戏地图中 游戏中包含了丰富的武器、技能和道具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搭配 打造自己的独特战斗风格 游戏的战斗系统非常爽快 玩家可以使用各种武器和技能来击败敌人 游戏中还包含了各种陷阱和障碍 玩家需要小心地避开这些障碍 才能顺利地通关 游戏的道具和技能种类繁多 音乐动人为玩家提供了一个身临其境的游戏体验 游戏的剧情也非常精彩 玩家可以随着游戏的进行 了解到黄老饼的故事 游戏的故事讲述了年轻人查的当年 为了成为摇滚明星而来到范德雷园区 并在那里志愿参加了一项名为 阿姆斯壮计划的实验 然而很快就发现 这项实验并非他所想的那样 范德雷园区的管理者们正在利用 这项实验来制造一支机械军队 他必须利用自己的音乐能力 来阻止范德雷园区的管理者们 并拯救世界 游戏的玩法结合了动作游戏和音乐游戏的元素 玩家需要在游戏中跟随音乐的节奏进行战斗 并在战斗中击败敌人 游戏中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武器和技能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搭配 游戏中还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关卡 每个关卡都有不同的敌人和挑战 完美音浪是一款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游戏 但同时也是非常有趣的游戏 游戏的音乐非常好听 游戏的战斗也非常爽快 如果您是喜欢动作游戏和音乐游戏的玩家 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游戏 披萨塔是一款非常有趣的游戏 它具有简单的玩法 挑战性的关卡和精美的画面 可以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 游戏中 玩家扮演一位名叫Pipino Spagetti的意大利厨师 他必须穿过一个由披萨组成的塔 并收集所有被披萨塔吸走的食材和工具 游戏的玩法很简单 玩家只需使用键盘上的方向键和跳跃键来控制Pipino在塔上移动 Pipino可以跳跃 冲刺和攻击披萨 并且可以收集各种道具来帮助他完成关卡 游戏的关卡设计很有挑战性 玩家需要利用Pipino的能力来躲避披萨的攻击 并收集所有被吸走的食材和工具 游戏的画面和音乐很有特色 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意大利风情 20古堡4重制版是一款由卡普空开发和发行的恐怖生存游戏 是2005年游戏20古堡4的重制版 游戏的故事讲述了里昂 甘乃迪被派往西班牙的拉斯佩尼亚市村庄 营救被绑架的美国总统女儿阿什利格雷斯 在村庄里里昂遇到了各种怪物和敌人 他必须利用自己的枪械和技能才能生存下来并完成任务 20古堡4重制版保留了原版游戏的核心玩法 但在画面音效和玩法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游戏的画面更加精美逼真 音效更加震撼 玩法更加流畅刺激 游戏还加入了新的敌人 新武器和新道具 让玩家有更多的挑战和乐趣 20古堡4重制版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恐怖生存游戏 他保留了原版游戏的精髓 并在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游戏的画面 音效 玩法都非常出色 玩家一定会喜欢 游戏设定在一个被称为贝尔·埃科夫的黑暗世界中 玩家将扮演一个木偶皮诺曹 通过战斗和冒险寻找迷一般的人物及佩托先生 游戏的战斗系统采用了魂类游戏的设计 玩家需要使用不同的武器和技能来对抗敌人 游戏中还包含了多种元素 例如探索 解谜和角色扮演 皮诺曹的谎言是一款充满挑战和惊喜的游戏 游戏的关卡设计精巧敌人凶猛强大 玩家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才能通关 游戏的故事情节也非常吸引人 玩家将在游戏中体验到皮诺曹的成长和蜕变 如果您喜欢魂类游戏 那么您一定会喜欢皮诺曹的谎言 这款游戏将带您进入一个黑暗而神秘的世界 体验一个木偶的成长和蜕变 游戏中的游戏中